我們現在要來問安格斯老師 星座中當中有哪三個星座非常愛漂亮 最後呢是靠後天的養成而變漂亮的 第三名是巨蟹座 巨蟹是嗎 你們巨蟹座在現場的朋友們幫我們check can 告訴我們你是這樣子嗎 毛蟲變蝴蝶嗎 我覺得巨蟹座是這樣 巨蟹座其實呢 在巨蟹座的原則上在那種青少年時 其實不太懂每個回憶 可是呢巨蟹座通常會在感情歷練啦 工作之中要開始學習到這件事 於是它會蛻變出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天使或魔鬼 所以巨蟹座覺得 還好吧 不是我是想到沒關係來 內心很多戲來 再來 沒事沒事來 巨蟹座也非常好 沒有巨蟹座非常好 對 這該死的星座 顧家很好 巨蟹座很好 好 好 這該死的星座 沒有沒有是巨蟹座呢 對 我們講說巨蟹座的打扮上很奇怪 對 通常呢巨蟹座很偏好 我們常用煙燻霜啦 或者打扮得很突兀 會讓人眼睛一亮 常常是巨蟹座臉上會出現霜敗 對 安哥是學壞了以前來我們這邊都不會假髮 這時候不想 他會講說該死的星座 該死的 沒有我們都很喜歡 我們都很喜歡 這個主持人一起罵人 這個主持人 這個主持人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第二名是不是 第二名 第二名 摩羯座 摩羯座大忙囉 摩羯座其實是 很仇小鴨的一個星座耶 是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誤解了 常常會看到成年之後的摩羯座 或公眾前面的摩羯座 覺得摩羯座超會打扮 其實摩羯座真的是一個 小時候不在意這一點 真的我小的時候非常不去小結 下次我要帶我小的時候照片給你們看 你們就會有希望了 也不是說我現在變得很好 但是比小的時候的話 是有一些進步 摩羯座都覺得你是越來越帥 是不是 就是一個例子 摩羯座真的是會 就是想要跟著年齡的成長 而做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那第一名是誰呢 如果超過這兩個星座 處女座 處女座常常會覺得很多人在看她 就是她在工作的時候 或是在交往的時候 她常常會對四周的眼光很敏感 對為什麼 其實有時候她不是在注意你 就你想多了 處女座 所以處女座這件事有一個好處 就會讓她變得自我要求很高 比如說在一個工作團隊之中 明明沒有人在注意她 可是她常常會覺得 處女座是不是在挑剔我 那個人是不是在看我 今天雙好不好看 處女座是不是看我 某些行為狙擊有點粗辱 她就想太多了嘛 所以處女座也就是 談戀愛就會遇到一些狀況 不是想太多了 可是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個性 是處女座永遠無法擺脫人 對 也因此處女座是自我要權 變態到極致 她只要覺得有人注意我的某個缺點 我就要把她捏補起來 可以 YAHOO